兩名年輕人騎機車 跟著送餐大使深入平溪山區 突經蜿蜒曲折的山路 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車 一行人千里迢迢跑一趟 其實只為了讓獨居長者飽餐一頓 熱青年團隊跟著送餐 志工用鏡頭記錄下獨居長者的生活困境 除了虛寒溫暖之外 他們還必須排早上船 讓社工能夠掌握狀況 替獨居長者送餐如何能事半功倍 靠的是這款專屬外送APP 結合前端的餐飲準備 還有接下來的送餐過程 甚至能記錄每一位長者的身心狀況 銀色的每個目標是臺灣長輩的零雞二 可是你看從一九九九年發展到現在 已經超過二十年了 那其實問題就在於他們管理的方式 都用集中式的管理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用一個系統 可以管理到一萬人呢 那這樣是不是更可以去接近 用最小的力量達到服務最廣的幅度 他是年僅二十六歲的APP創辦人孫士山 藉由科技串聯全台送餐資源 解決缺工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他們不僅要把熱騰騰的便當送到長者身上 更要把這份關懷送到心中 今晚的許志成 顏凱旭採訪報導 請問您怎麼回答 您怎麼回答 請問您怎麼回答 請問您怎麼回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